外界关注的国造潜舰海昆号2月27日正式触水 现已移入台船前目 并进行后续驳岗测试 Head海上测试Set 学者专家着于电视节目之中分析 海昆号先期触水测试已完成 并无漏气漏水等问题 而军方已编列39亿元优化预算 船很高几率将用于加装消音瓦 海昆号的成功很可能会带动更多外商技术投入 对我国是力大于弊 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海昆号的首次触水秀进行的相当顺利 在福利与平衡方面 无论是左右平衡或前后平衡 都没有严重倾向一边的迹象 潜见密封方面 相关报道陈述台船在海昆号触水测试时 派源于舰内及潜水之外部 仔细观察海昆号有无冒泡迹象 测试结果显示并没有漏气 海昆号前舰现已移进台船前物 先清水洗净外观 随后进行相关功能测试与最后安装工作 关于海昆号初期进水的成功与 台湾筹建新一批前舰站立过程中 将面对哪些优劣利比情境进行讨论 39亿元优化卢德云 追加萧因瓦 前舰国造原型舰造舰案总预算 约493亿余元 国防部今年度预算书显示 其中39亿元用于原型舰先期优化作业 这笔经费投入于原型舰后续整体测试 装备零件采购还可能包含战术测评时的人事费 专家透露海昆号可能在家庄消音瓦 能使前舰在水中更加安静 台船公司提供 熟悉前舰国造的人士曾向本报透露 基于一些特别考量 海昆号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安装上去 后续量产型前舰使用的电池组 也不一定会与原型舰相同 还有一些装备在经过测试评估时 发现没那么好用的项目都会优先更换 专家们于节目之中认同 海昆号原型舰所拥有的装备 与后续舰很可能会不同 书孝黄卢德云表示 海昆号现采用千酸电池 未来也可能换为锂电池 卢德云也透露根据消息来源所称 其中一个追加项目就是装消音瓦 该装备能使前舰在水中更加安静 更难以被侦测察觉直接优化前舰的逆踪能力 成功效益带来新外商加入的可能 据规划除了海昆号前舰之外 我国可能还有七艘后续舰的空间 专家们认为海昆号近乎完整 呈现各部位细节的出厂测试 向世界各供应商展现我国建造前舰的可行性 为现行的前舰零组件供应 多由特定的国家厂商协助 一些外商可能因中国政治 因素或对台湾技术的不确定性 并未投入首次的装备技术支援 专家们一提及若海昆号后续的测试 皆顺利成功 将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国外军工厂商 加入角逐后续七艘的市场大饼 或是加入后续舰制造团队 对我国后续的装备 取得增添多元性及技术性 召集中 我来说